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元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3点05分 OK,事情是这样的 在一天前,我post了一张照片 也就是这一张 相信所有关注我Instagram的网友们 你们都会知道我在这张照片的caption是写什么东西咯 也就是关系到求婚的 那一天,我在post这张照片之前 我就,我不懂是心血来潮还是什么 我突然间就问了Cherry 我就问他说 我讲B,如果这样照片破100k like的话 我就马上准备筹备跟你求婚咯 OK嘛 然后当时候的他叻 就可能他是一种不可能破到100k的那种心态 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 能破话再讲哦 他就这样跟我讲这句话 Then,我就跟他讲 这样的话就由命运来决定了的哦 那时候我们就笑哦 然后这件事情就没有下文了 然后之后我就把我们这一段 以上的这一段对话写成caption 然后post了在Instagram 结果网友们 你们真的是太给力了 这张照片在一天的时间就已经过了 100k的like Cherry他现在是在里面冲凉了 然后我突然间在这一个点 想要拍这个影片呢 其实 怎样讲呢 就是 会公开我跟他 接下来 讨论 我们关于结婚啊 求婚啊 对我们未来的想法 的看法 所以这个影片将会完完全全的 把接下来的画面 真实的记录下来 因为毕竟在求婚之前 你一定要先至少问一下 你的另外一半有没有 几率就是几率高不高 会答应你的求婚吗 不然底下我筹票很多东西 然后他觉得 待命还没有到 或者是他还不想要结婚的话 那整件事情就会非常的尴尬 所以 所有求婚的男生 我相信你们都会在求婚之前 先跟你们的另外一半 确定一下 你们的几率 大不大嘛 对不对 OK 现在Cherry在冲凉 然后 我先去偷偷 架好这一架相机 往前 小姐 Hello It's already 100k 這麼快呢 Den Den 你是時候要做人期 什麼鬼 不要玩 我很好奇就是 那天我問你這個東西的時候 妳的想法是什麼 我那天問你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跟妳講 如果我破100k的話 我就跟妳求婚了 Den 你的想法是什麼 開很像話 所以妳覺得我是開很像話 不然 Den 你如果講破 Den 你如果講人破到再講 Den 你如果講人破到再講 妳沒有發在心上啊 妳肯定是開玩笑的 但是我是認真的 我是一般認真 一般開玩笑 所以妳是認真還是開玩笑 其實我 OK 妳不要打電話 我們是來聊一下 我們對結婚這個東西的看法 什麼看法 結婚就結婚 結婚就結婚啊 在邊結婚 什麼 哈哈 沒有 我現在 我好奇啊 妳覺得啊 妳的理想結婚年齡是幾歲 我現在幾歲 妳現在24啊幾歲 欸妳23 妳才24 我25 25 啊我幾歲 妳23 我23 97嘛 23啊 在2020年 啊 我23歲啊 不然妳以為妳28歲啊 妳老了嗎 小姐 妳老 妳老 妳轉過來先 我還沒有問完 什麼 OK妳還沒有講 妳的理想結婚年齡是幾歲 23 22 我25歲才結婚啊 蛤 不然 女生的花經時期不是25歲之前的嗎 女生的花經時期不是25歲之前的嗎 我還沒有 還沒有玩夠欸 妳要玩什麼 我要去看看這個世界 妳要講看這個世界 妳有錢嗎 哈哈哈哈 就是我現在想要賺錢錢 然後我想要 想要先 就是 還不想啦 就是我要 可是 可是 可是我 我的媽媽 有時候暗示我 她問我什麼時候 可以報數 OK啦我覺得 也沒有這樣快啦 對不對 這個 什麼報數 Baby這東西是之後再講的 我現在是 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 因為 就post了這個東西嘛 then 你就 也想要問妳 就關於對結婚這個東西的看法 就是未來嘛 因為我們也要聊一下 我們對結婚這個東西的想法 我們要達到一致的想法 這個東西很重要嗎 then 你不是常玩笑嗎 但 我其實原本是認真的啦 但是 你不要再給我 我敢講 你不要玩 哈哈 走開 所以 所以妳的意思就是講 妳現在還沒有想要結婚啊 我沒有想要 妳講話 妳要講妳沒有想要嫁給我 哈哈 哈哈 我自己啊 我還 我還不要 我還想要玩 也是對啦 因為23歲也是 真的是有一點年輕啊 嗯 這樣我們去訂婚間 不要呢 不然等一下妳被人家搶掉了怎麼辦 不會啊 真的咧 沒有人會要我啊 真的咧 我23歲了 老家婆 23歲叫老家婆啊 蛤 妳知道這句話得最多人嗎 23歲老家婆啊 是啦 對我來講是很老了嗎 我又還不是 年年十八啦 所以 有一個穩定了就是 到 要講一講 就是 既然有一個就好好的就可以了啦 還要給人家搶一搶 這樣給妳搶嗎 妳以為 呵呵呵呵 怎樣辦 怎樣辦 在照片過了一百K了咯 妳又不要 妳又不要 嫁給我的話 這樣我就 再Post三照片 就這樣 妳這樣確定 兩年後再去 不是 我要講 妳這樣肯定咧 I mean 以後的事情我們不懂 是啊 是不懂啦 但是我們可以先 講定先 未來是規劃出來的 計劃趕不上變化 是啊 未來是規劃出來的 我們現在最重要是 對未來的一個觀念 一個理念要達到一致 其實我也是沒有想要 這樣快就直接結婚的啦 這樣妳現在問什麼 問Five啊 沒有 現在我想要聊 現在我要三簡報了咧 沒有嘛 現在我想要理解妳的想法嘛 就是 我問什麼我忘記了 這樣就講妳 25歲一結婚 連我27歲 這樣的話到時候我們就 已經是事業有存了 然後也已經存了一定的存款 價也買了 有車有房 所有的東西搞定過後 我就真的可以結婚 嗯 嗯 嗯 但是我現在也是 有那個條件可以隨時娶妳 好的啦 實講可能我們還沒有一起去 環球世界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做到 不是啊我不要被 可是求婚 不一定是接結婚啊 求婚就是求一個名份 你知道嗎 求婚就是妳答應了 妳就是我的 口頭上的一個老婆 老婆的身份嘛 但是 其實結婚 只是從情侶變成夫妻 它不會限制 任何自由 的空間 對不對 以前 嗯 但是 對啦 也是還沒有到那個年齡 雖然這樣 因為妳現在結婚嘛 結婚不是叫妳立刻生一個孩子 然後有孩子 那個才叫是負擔 那才算是負擔 就會 就會 讓妳去 只能夠顧孩子 不能夠出國旅行 不能夠做很多東西 但是如果是講求婚的話 只是從 情侶的關係 變成夫妻的關係吧 然後 然後的話 總結就是 兩年後再跟你求婚啊 這樣妳兩年後就才求啊 妳問我 怎麼 是要懂妳的想法嗎 不然等一下 等一下 OK 這樣照片破了100K 妳看我記錢妳啊 不然等一下照片破了100K 然後 我不知道很多東西 OK 我不 plan完整個計畫了 等一下 我去直接跟你求婚 然後妳就跟我講 蛤 我打算兩年後 才結婚 這樣我就害爛咯 那什麼 就兩年後再結婚 但是我所有的東西已經plan好嘛 所以我現在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嘛 就是我們要先講好 我們的目標年齡 來先 嗯 可以睡覺 OK 來 好 得打我 我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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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帶我飛 妳包我 妳是 我賊 唉唷 錢咧 錢咧 妳很賊到的是我沒有錢 啊錢妳要包我現在妳 我進去泥巴裡 我賊